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聊的主題是關於 我最近常常都有看到有人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你的肚子好鬆喔 你的肚子好垂喔 你是不是應該多做一點腹肌運動啊 或是你不是有在健身嗎 為什麼肚子還這麼大等等 很多人都跟我說你不用在意啊 其實我也常告訴自己不需要去在意 但是我心裡想的是 身為一個媽媽要怎麼樣不去在意自己的身材 因為生了小孩之後崩壞了 我相信就算不是媽媽 就算你只是一般人 然後你沒有生過小孩 你也許只是不小心受傷了做了一個手術 然後導致你變胖 導致你受不回你以前努力過好身材的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人性啊 人之常情啊 總是會在意說我的身材怎麼變成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阿媽媽就是應該要放寬心啊 然後你都生過小孩啦 本來就不應該要擔心這麼多 但事實上我想要告訴所有媽媽們 我們的擔心都是正常的 那些叫我們不要擔心的人 可以叫他們自己去生小孩看看 然後去看看自己的身材變壞是怎麼感受 那再來說我們嘛 對不對 那今天我想要生為一個生過兩個小孩的媽媽 身材已經很難回復到懷孕以前的體態 那我要透過我的新生來鼓勵大家 那我會告訴大家說 阿我們不要去在意別人怎麼看啊 不要去想啊 過得健康就好 當然我也會說這樣的話 但是我覺得前提絕對是 你要接受現在的你 我們接受現在的自己之後愛自己 然後呢再把我們現在的狀態變得更好 我會覺得這樣是最好的做法 不太回覆YouTube的留言是因為真的蠻多的 然後我本身有在經營Instagram跟Facebook 那因為我太多平台的留言需要回覆 那我時間也不夠多 所以呢YouTube這邊我比較選擇 會用影片來回覆你們 好那首先是針對叫我多練腹肌的人 那我想這邊跟你們說 其實我從產後到現在 我一直都有在練腹肌 我一直都有在做重訓 我也一直都有在做有氧 所有你想過的一些訓練跟健身啊 一些運動我幾乎都有做 那我的做法大概是 我腹肌一週練個一到五次不等 為什麼是一到五次不等 就是我主要是看我的身體的狀況 如果我今天時間夠 然後呢我的精神好 那我其他重訓課表都完成了 那我可能就會再拿多的時間來練腹肌 那因為我們在做重訓的時候 其實核心都是會出力的 那腹肌多少都會engage到 所以我並不會特別的去專門練腹肌 因為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腹肌的那塊肌肉練得太大的話 反而會讓腰顯得更粗 在我們產後啊 我們的腰圍變粗其實有很多原因 就是有脂肪、有水分、有脹氣、有壓力 荷爾蒙的因素等等影響 絕對不是一般人想那麼簡單 就是啊你就多減肥、多減脂、多練腹肌 你就會有腹肌跑出來啦 再來就是呢 我除了一週練一到三到五次不等腹肌之外 我絕對一天一週會做三到五次的重訓 那重訓我會練上半身、會練臀啊 會練胸、會練背 然後呢一週會做兩次的游泳運動 低強度跟高強度我都會做 那我通常都是用跑步機啊 或是游泳或是跳繩 這是我主要的運動 然後呢保養的部分啊 我除了運動之外 我還會按摩我的肚子 然後呢我還會擦一些緊實的精華液 擦一些緊實的油啊 我還會常常去角質跟按摩 所以說我現在要來給你們看看我現在產後的肚子 OK 這是我 我現在是六月中 剛好是我女兒出生滿一歲又五個月的左右的時間 然後呢這是我現在我穿的是高腰褲 然後看起來墜肉比較有被收起來 那我把高腰褲打開給你們看 這是光線好的時候 然後我伸展 其實還算看得到嗎 我目前的體脂率大概是 上次量英巴黎 就是上禮拜量英巴黎是百分之十五 但是呢因為我肚子比較鬆嘛 然後水分可能囤積也不少 所以現在的體脂看起來可能沒有十五這麼多 所以我是想告訴所有媽媽們 體脂確實只是一個數字 看起來怎麼樣其實才是你真的要的樣子嘛 好我目前是早上空腹的時候 然後呢腹肌出力的時候的樣子 這是我的肚子 好我現在放鬆 我腹肌不處理 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我彎腰的時候 OK 彎腰的時候就其實很明顯了 這邊的肉啊 都這樣皮啊都鬆在一起了 這就是產後的肚子 這是不管你做什麼腹肌訓練啊 你在努力減脂 它也許就還是會有這種鬆鬆的感覺 因為我們的皮膚就是被撐大了嘛 肚子這麼大 然後我們現在要慢慢跟大家說回去 這其實我覺得肚皮要不長認成紋就已經很困難了 那因為我本身是一長紋的體質 然後我覺得我肚子已經很努力的維持在 就是沒有長認成紋的狀態 然後現在又努力的讓它 讓它 收緊 其實也是花了一番功夫 那如果是我吃完飯啊 還有或是我的體態沒有 就是維持在正確姿態的時候啊 只要是這樣 你看看起來肚子會更大 肚子會非常大 然後都可以抖 所以呢正確的體態很重要 正確的體態然後一點點的收復 大概就會呈現這樣子 有點比較有線條的感覺 所以我的肚子現在就是長這樣 那如果是吃完飯啊 或是吃了譬如說西瓜 或是那種 broccoli 比較容易脹氣的食物的話 我的肚子會變更大 看起來就像是當生完小孩或是 或是懷孕三個月的樣子 其實這是每天的常態 那我拍影片或是拍照片 通常都是早上空腹的時候 然後腹肌出個力 然後身體皮下水分 臀肌比較少 脹氣也比較少的狀態 那比較有那種線條的感覺 那因為我是在2016年的年中 生了兒子 然後呢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又懷孕了 等於是說我的身體 才慢慢慢慢恢復當中 然後我又不小心懷孕了 然後在2018年的年初 又生了女兒 一月的時候生了女兒 所以等於我兩胎 就是連著生的 那他們的年紀相差一歲又七個月 那所以我等於是 兩年生懷了兩胎 那因為身體是需要時間修復的嘛 那我的皮膚可能都還在 努力的恢復彈性之中 然後我又懷孕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最大的安慰就是 我沒有長認成紋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我的皮膚其實是已經失去彈性了 我今天除了是回復酸民的留言之外 然後我其實主要是想要鼓勵所有的媽媽們 因為像我自己都已經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 可是我知道我的身體目前為止都還在努力的恢復當中 都還沒有恢復到懷孕以前的樣子 那我知道可能永遠就回不去了 可是我覺得 我們要知道說我們的身體孕育了生命 然後你看到一個生命它是會獨立思考能力的 它會長大 然後你看它健康的被出生 那你要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 因為這都是你的身體給它的 所以我們的身體其實做了非常偉大的事情 那我們的犧牲就是 OK我們的身材有點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回不去 但是透過努力透過我們維持我們的健康 我們還是可以慢慢慢慢的走回走上那個軌道 所以我希望所有媽媽我們都要有信心 我們只要相信自己呢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我們吃得很健康 我們有維持健康的運動 我們的過得很快樂 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懷孕的時候是怎麼讓我的肚子保持彈性 然後不讓它長韌成紋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易長紋體質 就是我的膝蓋啊還有我的 就是我的手臂這個地方 還有屁股大腿 在我國中的時候就長了 就是可能長高太快 那時候也沒有很胖 但是就是可能長高太快 所以我的這些皮膚也沒有什麼彈性 然後就長成長紋 在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所以我這個地方皮其實也很鬆 那所以說我在知道自己懷孕的時候其實我很緊張 因為我知道我一定會長韌成紋 因為韌成紋一般大家說是遺傳嘛 那遺傳根本不用說 因為我媽肚子滿滿的韌成紋 那再來就是我自己的身體我知道 就是光是長高都會讓我長紋了 何況是肚子怎麼變那麼大 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去照三餐保養 擦保養品 在我懷孕的時候我都是照三餐擦這個 來自法國的台灣代理商可以找 找翠綠地好友基可以找到這個品牌 那這是從我兩三年前發現懷兒子的時候 我就開始擦 然後一直擦到兒子出生 出生以後因為我還有持續哺乳 這個哺乳可以擦也可以擦胸部 讓胸部就是肌膚保持彈性 然後呢到產後 然後再到懷妹妹 所以其實我已經使用這個產品 用了兩三年以上 然後呢照三餐擦完全沒有長任何一條紋 我覺得我還蠻有說服力的 因為我不是像一般試用 就是試用一兩個月 然後就說欸這個東西不錯 我事實上是試用了兩三年 然後一直就是懷孕期間都只有用它 沒有用其他品牌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是 讓我肚子沒有長紋的最大工程 再來是產後呢 產後我會開始擦一些緊實肚皮的保養品 那一樣也是翠綠滴好有機的產品 是這個緊實精華 然後還有這個緊實油 我通常都是會在洗完澡之後啊 然後就按個兩三下 然後把我的肚皮按摩一下 然後再來擦這個按摩油 然後讓它要維持緊實度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重點是 怎麼樣在懷孕的時候 不要讓肚子大得太快 皮膚失去彈性的這麼快速 那有一個好運動就是 吸腹運動 其實在懷孕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多鍛鍊我們的腹痕肌 腹痕肌啊就是在我們的 腹部的伸出一條橫向的肌肉 那它是可以像腰帶一樣幫我們的肚子收 收緊收好 那它的訓練方法很簡單就是吸腹 內塊肌肉就是 像咳嗽的時候很深層 咳嗽的時候會痠的那個 或是說好像什麼 笑到肚子痛 笑到肚子痛就是內塊肌肉在痛 那個肌肉就是腹痕肌 那你平常在懷孕的時候呢 其實是可以鍛鍊腹痕肌的 沒事就可以這樣子 放鬆 吸 吸 吸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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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個肌肉收起來 然後放鬆 然後再練吸腹 就是可以鍛鍊這個 深層的腹痕肌的訓練 那多鍛鍊腹痕肌可以幫助你 就是把寶寶這個重量啊 在我們的肚子 hold得很安全之外 然後呢你的核心也會比較有力氣 你不會因為肚子太大 然後身體就這樣歪掉啊 然後讓整個身體的排列都出現變化 導致產後可能會更難生下來 因為你身體的排列改變了 可能脂肪會囤積在不該囤積的部位 好那再來就是產後 要不要穿束腹帶這個問題啊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啊 有 включ的 有去嗎 有去睡哥